不記得 對不起 你有忘記自己寫什麼 我那時候是手寫的 就是那時候還沒有線上email的系統 然後我有送他一些禮物 就是有一些什麼 因為你們有建議說 比如說你要送哪一些東西比較合適 然後可能哪一些不是很合適這樣 我就買了一些什麼彩色筆啊文具之類的東西 就是請你們帶寄過去 我說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長大什麼什麼的 然後那個時候他只是一個小孩 大概我自助他的是三歲 那所以他第一張照片是他媽媽抱著他 然後他在哭鬧 因為小孩子可能看到陌生人 或是不喜歡照相 他就有一種哭鬧的神情 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愛 那後來就是慢慢長大了 到我直律上去看到他其實變化很多 也真的是感覺看到一個小孩子 從嬰兒變成一個現在應該是少女的感覺 這是2018年的照片 然後這是我送給他的禮物 那時候去看他的時候 他以前都是別人帶筆 他現在可以自己寫 那比如說這一封信他寫說我自己完成了 他開始寫英文了 那這時候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就有說你可以多多練習英文 他後來有一封回信給我就說他有在努力學英文 那我覺得希望這是對他的一個影響 這個東西不是為了跟我通信 而是說可以幫助到他在未來的發展 重點是你有踏出那一步去做這件事情 你就會比較不一樣 你實際上去做成一些改變以後 長久累積下來 你就會發現其實我們做了很多 那我還可以再做更多 甚至去影響更多的人去加入